啥都看不见了 这路修了长年了40年的时间 这都给多难 你看那边这树子拍来了 这路不好走啊 这直接下里边河里边走啊 这向来车 这向来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雪参加韩路游记的第二天 今天会进入摩托 摩托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 2013年才通车 在这之前 小到一帧线 大到钢筋水泥 都是通过人碑 马驼经过四五天的时间 才能进入到这座县城 直到今天要想进得去 都需要双号日子车才能进 单号日子车出来 它路况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今进摩托这条路 路况怎么样了 昨天晚上住的波密 咱们简单瞄眼这座县城 林芝的下辖线 下边是帕龙藏木江 穿城而过 它是雅鲁藏木江主要支流 发音于燃乌湖 莫托也是属于林芝 林芝的下下降了 走了出发 今天路程还是比较远的 前面这有一个牌楼 应该就代表着 咱们正式往莫托走了 莫托非常的暖 因为垂直海拔 得一下变了好几千米 你看咱们现在是2700 等你到莫托的时候 咱再看看海拔 而这条路修修步步 最终隧道全关通 整个全部的路修通 已经到了2013年 这路修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才修通 你想啊 这中国的这个低建能力 在一坨路修了40年 你说得多难 看一下前段的路况 双向的两车道 路况不错 然后山泉水水系比较多 所以看到这种泥石流 地质灾害也是不少的 再给你们看这一侧 另外这都不像是地球人居住的地方 什么花样去你不用解说 这种地儿无需多说 太香了 这是我们的摄影小坡 拍延时了 已经拍了将近20多分钟了吧 还有个十来分钟 外边下着雨 拿一帽子 其实能看到 《寒露游记》拍一期 做付出的经历 摄影就三四个这种老师 录音师 旁边的编导 好多人 这其实很大的一个支出 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 咖龙拉隧道 小四千米了 巨冷无比 你看那边冰川 好冷啊 冻的 对我们这个也是去摩托里边 拍一个视频 对对对对对 穿着羽绒服 这哥们都冻的够呛 哥们我就 这一进一出隧道 两个天气 两个环境 咱们就会一直往下走 大概都能拍了三点 七点一路到了一千左右吧 莫托显成了一千米 左右的海拔 然后它最低的那个江边的时候 大概就几十米海拔 几十米啊 我在想前两天 我这有点轻微高反 再往下走 会不会醉痒 要不然得单双号通行呢 这就是一辆车可以通行的宽度呀 对 它往一个方向走 还比较 这个不太容易汇车呀 或者不太容易那么多的挫车 然后让车速变慢 然后让这个可能出现被 雪红的泥石流集中的概率增大 卧槽下去了 左侧的小米苏7开进了 哪里啊 这个 哇 这个路断了 然后从下边走 把这不走 啊 这个桥已经是那样跑进门了 下来的车车车更大 杨老师 杨老师 您跟进点 现在是下午1点50 就是2点钟 您看没有团队里面 是不是没人理你 吃饭的问题了 不是 你们 我觉得 是不是在找一个 合适好的地儿吃饭呀 没有 昨天你还吃点饭 今天就没人理你吃饭的事了 你们真可以啊 以前看你们游戏 有时候鸡一顿饱一顿的 我以为是节目效果 玩真的呀 不管外呀 现在这儿就别做太多的停留了 然后最好这右轮压在上面这个 比较稳固的这个部分一点 然后快速的通过去 就别做停留 它现在整个的这一块状往下塌 对象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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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这树都塌下来了 这树窝的天哪 这树得长了几十年百十年的这树啊 就直接塌下来 现在这块呢就开始出现各种东西就 它方法割了 你看这边的大型机械 在这边割的也多 我时刻看这个温度 已经从一开始山顶到9点几度 现在变成了19度了 现在就等于是越往下走 现在气温越高 然后呢 它的这些水气就越浓 所以山体的稳固度就越差一点 本来应该是在山北边 可能应该冻成冰冻成雪的这些问题 它现在都是水的状态 所以用跨坡呀 尤其是用树倒塌了 概率就会大量的增长 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下降 两侧植被已经不一样了 这种芭蕉叶了 在山顶的时候 那种雪山 真叶林 冷山 现在 都是这种芭蕉叶热带的植物 温度24度 前方西墨河大桥 快到县城了 虽然总的路程不远 但是我们从早晨现在已经走到了将近4点 速度快不起来 各种弯弯弯弯弯弯太多了 陆老师 前面这个牌子是一过就到县城了吗 没有 还有一点距离 还有点距离啊 上面写着秘境墨托 佛山 墨托一家亲 汉藏门洛一家人 我们八族 陆八族是这边主要的两个民族 还有几公里 咱们就到摩托县城 你看那摩托县城是在 处上边的 已经到摩托了 这座县城跟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我原以为就这么一条主干路 那会不会很闭塞 像一座孤岛一样 但一进县城 就发现它的各种配套相当齐全 这种商业服务应有尽有 你看这酒店 这环境 密雪 冰城 墨托分舵也是有的 虽然县城就这么一家 但是也能喝到这棒打县城啊 游客 游客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一出了这个县城 周边的一些小村子 那些木房子 你能充分的感受到这里 还是那种秘境的感觉 对 还是这种感觉 回到路况啊 整个这一路走下来 先说信号 50%以上的地方是没有信号的三网 再有呢 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 至少得走个四五个小时以上 玩玩玩玩太多了 所以走不起来走不快的 那这座县城实际上各种的东西 酒店的房屋的各种的配套 电视灯 都是外界通过那么一条路 拉进来的 那座县城可以说是运出来的 这么一座县城啊 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 因为我也没有拍嘛 其实大家之后可以在寒露游记的正片中 可以看到那些非常好玩的小故事 我就说路况 你看我这一路看到了这种C型房车 B型房车 纯电车 摩托车 小车越野车不用说了 都是有的 徒步我问了一下傅老师 以前是有那种标准的徒步线路的 但是现在不让走了 因为太过于危险了 出了很多事 所以很少看到有徒步的人 然后骑行 因为上下这种起伏太大了 也比较的少 整个的路况 其实如果不是太宽 太高 太长的车 还是比较便捷的啊 即便如此的车也是可以进得来的 因为你想想这些东西 都是通过那些大车运进来的嘛 啊整体对于摩托的总结 这摩托这一路上的风光 就已经足够的让自己 哎呀不一样的感受了 然后会在这边待个两三天 看到周边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 就是这样 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 哈哈哈哈 赶上下雨了 这事闹着 晚上我们要做一个叫做灯釉 通过亮光 然后把附近的铺头吸引过了 但是现在下起比较大的雨了嘛 是宣传的飞鸟 是宣传的飞鸟 好 好 好